你们可以把云端上面有一段程式 可以把它直接贴上 这一段程式的话基本上 它的 范例内容很简单 就是说我只要驱动的东西装起来 然后我就呼叫驱动程式 它帮我把 Chrome 软件打开 打开之后我就呼叫 我就把网址连接到 Google 的网址 那你也可以再输入一些查询动作 然后再让它停留 停留五秒钟好了 然后再把它关掉 原则上大概有几个步骤 那这一段程式呢 基本上就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三页 就是这里 这一段 OK 总共就是这一二 这个的话是 就是把那个刚刚的 Stealing 轿进来 那里面的话 主要是 import WebDriver WebDriver 其实就是刚刚我们下载的那个 ESC 档 其实主要是透过它 帮我们去控制 Chrome 浏览器 那另外第二个是一个 Time Time 的话就是时间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将来希望 程式先停个五秒钟 意思就是停下来也不要动 不要执行 你先停五秒钟 不倒再往下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可以再一个方法叫做 Sleep 刮虎就五秒钟 所以它是停五秒钟的意思 所以以后如果你程式里面希望它先停五秒钟 再做之后的事情的话 你就写这样 Time.slip 刮虎 那你想说老师什么时候可以用到 很常用到 比如说网页下载 网页 你要载入的时候 它不是说马上你连它马上就看到结果 它是有的网页可能要等很久 它要慢慢慢慢 可能要等个一秒两秒 有时候它看网页流量的状况 有没有 所以你假设网页都还没下来 你就马上抓它会自败 所以有的时候通常如果你要抓某个网站 某个网页上面的资料 最好是让他Steve至少三秒钟 为什么不要保险 不然的话你直接你程式 它已经get 它都还没下来 结果你程式就往下执行 你要去抓那个网页里面 七万可能会捞不到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网页都还没全部载入进来 好 那我们这个地方的范例 主要就是说 我开然后直接 但是会有个问题 这一段程式嘛 请你Ctrl C Ctrl V 贴到这边来 先开一个Module 然后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的话 当然刚刚遇到第一个问题 就是它会出现NoModule 我刚好有一个NoModule 就是 这个地方NoModuleName 有没有 实力念 意思是说我们这个Spider里面 没有装那个实力念 很简单 还记得 一 你先开启我们C碟底下的 C碟底下的这个什么 Python 384 然后第二部在上面打CMD 然后Enter Enter之后它会跳什么 跳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是DOS模式 然后我在这边输入那个语法 这个语法的话就是 或者你直接上面按右键贴上也可以 这边有个贴上 你直接可以把它贴上 或者你自己打也可以 其实很简单就是 Python 空一格 1-M 然后后面就PIP install Celineum 为什么前面加这个 我好像最早第一节课 因为第二节课 我们有解释 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电脑装 可能不止一个Python版本 甚至有人是装什么 AnaConda AnaConda又好几个版本 那版本太多 最后呢 你如果直接 但一般书上是叫你用PIP install 那会变成说到底装在哪一个版本 不知道 可能 奇怪我装了 为什么它还是一直 No module Name Celineum 之前有很多同样 同样 我是我已经装了一百次了 怎么还没有 你可能就装到另外一个环境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加一个Python 1-M 就是强势帮我装Name 这个版本 你不要装到别的版本 那这样的话保证不会出错 OK 所以哦 按Enter之后 下面就装好了 它就跑一堆讯息出来 反正不管了 然后呢 装完之后呢 就不会有错误讯息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执行它 不过执行 还会有第二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假设执行之后 它出现这个讯息 它 这个讯息什么呢 就是Web Driver Exception 就是它找不到那个Web Driver 那Web Driver为什么找不到 跟各位讲一下 它这边有个什么 它Pace立发找不到 那跟各位讲 这个Pace 如果你假设看到这个讯息 通常是 这一个连结 可能 这个路径可能有问题 因为这个路径 是我自己电脑里面的路径 但是不表示跟这边的电脑的路径一模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你检查一下 那怎么知道我们的Chrome在哪里 刚刚这里嘛 有没有 就是我们在这边按右键 这边右键内容 有没有 它出现这一串 其实就是这个 那也就是说呢 你可以再把它检 怎么检查 你可以点上面这个 把它复制一下 不过其实你比一下 应该就知道哪里有不一样 然后发现 哪里有不一样 这边没有X86 有没有 这边没有 这边有 所以两边路径也不一样 不一样嘛 不一样就找不到 那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把 这一个路径有没有 复视 贴到这个的前面 就是 Cone Drive这个可能 斜线Cone Drive这个可能 要保留 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贴上 有没有 就这一串 OK 如果你的路径OK 然后呢 你的 Slinia也OK 那你再转 应该就会看到了 我们来试一看 应该都正常了 这时候呢 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会觉得 Slinia 麻烦的地方在这里 所以你 Driver要加 路径要对 然后Slinia也要装 OK 不过装完之后 应该就OK 还有啦 等下还有 但是这很好用 所以 不过有些细节 我会把它放在那个云端上 你们照着做就好 那执行看看 如果呢 他没有抽讯息的话 他就会呼叫 Chrome浏览器 然后把Google连接进来 然后等五秒钟之后 把这个浏览器关闭了 就这样而已 好 但是 再来 你怎么去控制它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来控制 那控制的话 就有点像那个 在Esser里面有路之去齐 那在那个什么呢 在Slinia 它有配合另外一个套件 这个套件 叫什么 Centro 这个Recorder 这个有点像是路之去齐 那它这个作用是什么作用呢 其实就是说 它可以把你的网页的动作记录下来 然后变成对应的程式 那你只要把那个对应的程式贴到程式里面 它就会照那个动作去walk 比如说什么 所以啊 不过第一件事 你可能要把外挂挂上去 那怎么挂那个外挂 很简单 底下有个连接 你把它点进去 好 那这边的话就得加到 加到Chrome 那意思就是说啦 加这个等于是Chrome的外挂 把它加上去 然后它问你说要不要新增扩充药 新增一下 那新增完之后的话呢 理论上会在你的这个 这个右上角会出现这个东西 这个Recorder OK 那这个Recorder 它会跳那个什么呢 这边出现了 OK Recorder 如果它没出现呢 你可能就是 这边有个扩充功能 可能要把它 这边有个回温针 对不对 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它就固定住了 如果预设是这样 预设没有 如果你要把它固定的话 就点这边有扩充功能 然后把它固定一下 它的扩充功能就固定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点下去 它会跳一些有的没的 不过你帮我管它 OK 那有什么 它说 你要做什么 OK 随便挑一个 我记得好像我是 我不是直接随便挑一个 然后start start 因为 它还有一些教学 因为早期的这个版本 它刚开始都是免费的 不过我发现 它有一些软体这样 就是刚开始免费软体 但是之后成熟之后 它就慢慢想要方法 怎么样收你的钱 其他的话 这个不用管它 反正基本上我们就利用 这一个功能 然后可以怎么样 把相关的功能把它录制下 有个record 那record的意思是说 它可以把你做的动作 把它变成对应的程式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程式 加到你的程式码里面 那它就会利用那个 我们开启的那个瘤段 去做对应一样的动作 那你再把你要的那个动作的结果 原始码抓下来做解析 大概是这样子 说的是比较简单 但是做是有点难 然后我只是跟各位讲 这个如果你都操作很顺手 真的还蛮好用的 但是前提是要顺手 如果你要顺手 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熟悉它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确定刚刚的那个环境里面 能不能让刚刚的这一段程式码 就是把那个web drive 执行起来之后 那去呼叫那个Chrome浏览器 并且连到Google之后 十五秒钟把它关闭 这个程式码的话 会是在 这个云端白板上面的 0608的第几页 这边第四页的地方 那这个做完之后 再试试看 去把这个Chrome外挂 就是这个Recorder把它装起来 装完之后 最好是这边奎文 这边可以把它复地一下 因为你就不用到处找 那这边就有了 那再利用它去做一个录制的动作 那当然录制哪一个网站呢 比如说 我待会想要怎样 想要打开 一样打开那个Google 然后搜寻结果 因为之前搜寻结果不是会 一定要加Headers吗 那这个地方就不用了 他就会把它叫出来 输入之后 比如说我现在输入吴老师 然后直接就跳到我的部落 打开五秒钟关闭 类似像这样的话 那对应的程式怎么写 待会不再来看 这个地方的话变成说 我需要把那些动作记下来 然后放到我的程式码里面 这样就OK了 试试看 但是 这功能 这东西其实蛮好用的 但是就是很琐碎 而且最怕就是说 他的版本会不会一直改 像目前他最早 这个Recorder本来是完全免费 完全不会跳那什么要注册干嘛的 那现在就会跳 那我在想说会不会下一阶段 他不只跳 还有你不注册不给钱还不能用 那就麻烦了 我不知道啦 目前是没有这问题但是 但是会担心说会有这种状况发生 好 试试看 那他主要就是 Record完之后 可以把程式 显示出 但是显示他会很多啦 就像那个录制剧集一样 他会有很多程式码 那你只要抓那个程式码里面的 某 几个部分 某几行 OK 先试试看 那我们待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那其实这边后面是有一个练习题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主要是针对 有一个网站叫做观测资料查询网站 这个观测查询 观测 资料查询网站 这个是之前有同学他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他就是说他这边有个策站 他必须要点击 这个某一个连结之后呢 比如说安顾点到台北 他下面这个资料会变动 那他的工作需求是 他必须把这个变动的结果 把它Ctrl C 然后Ctrl V 然后把它放到Excel里面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多少个 这么多个 所以他每天都要这样子 然后点 点了之后下面这边会改变 然后就把这个资料再放到 Excel里面去 没有还没结束上面还有一个 全神 全神 所以他如果不会 用Excel里面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 点 Ctrl C 然后可能还要转世 因为他现在是纵向 他要变成横向转世 然后再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对不对 OK 那 当然了最好的方案是说直接去跟这个 这应该是不要交 这算中央切项局吧 直接跟他讲 你不会直接干脆给我一个 连线 我直接连去抓你资料 这样最好 不可能吗 公务机关案不太 除非说你有 特殊需求吗 特殊需求可能也还要上公文 还要担 所以如果你今天会Selinear的话 那这都不是问题 OK 所以你可以看 你们可以看一下观测资料 其实主要就是说 他一定要点一下 下面才会变资料出来 有没有 点一下 才会变一个资料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希望可以把 这里面的资料 变成一个以色党 那以前的做法一定是 点一下 复制贴 转制 然后排在一起 然后换下一个 下一个 哇 OK 那如果每天都要做一次的话 每天 再来一次 他太浪费时间了吗 你为了要做一件事情要请 请一个人 那现在有点浪费 那如果你会写Selinear 这一件事根本不用请人啊 你只要把词词写出来 就OK了 好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先试试看 那怎么做啦 因为Selinear这工具很好用 但是真的有点难 所以我会把我可能做完的东西 也会把这个程式 放在云端上面 如果兴趣同学可以 在自己玩玩看 我会跟你讲怎么玩 如果你会玩 基本上 只要是在网页上的东西 就没有说 抓不下的道理 之前的方法还会有问题 因为之前是没有讲到 如何去点击之后 才会显示资料 那你会发现 很多的网页都需要点击 甚至还有登录 帐号密码 有没有 才能够进到里面 才能够抓 那方法很抱歉 行不通 那怎么办 你就必须搭配Selinear OK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